经济部长王美花 行政院副院长沈容金 出席工商协进会早餐会 台湾四大公投结果底定 企业界焦点转向能源问题 天然气在全世界还是碳排放 的路径图是不合COP26的规范 同时我们天然气的接收 不只是三界的问题 我们船的问题 码头的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 明年国总讲的缺点的问题 能源政策必须要重新来检讨 林伯峰附和郭台铭说法 认为台湾不应该过度仰赖天然气 官员强调已经有所配套 稳定供电是最大公约束 所谓的能源配底 这一个燃气的部分 这个是能源转型一个必要 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最重要在座之位 国际诉求减碳趋势下 ICT产业更是绿电需求急切 2020年台湾再生能源发电占比5.4% 距离政府定下 2025年再生能源20%的目标 显然还有很大差距 台基电董事长刘德英喊话 政府要超前部署 零碳排是整个世界的趋势 台湾必须要赶快赶上 短期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讨论太多 我想这个需要这个政府和明天一起合作 要一些朝鲜部署 主要是在绿能起来以前 我们怎样一起来度过这一段 过渡时期 刘德英说能源问题 大家一起努力 日本设厂情况 简短回应一切顺利 工商协计会历事长林波峰 会后记者会上言表示 核四公投与用不用核能是两回事 海华政府应该考虑将核能作为备用电力 新台地市黄亮节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